接下來呢 我打算把陳雲剛才的發言翻譯 做中文講一次 我怕文匯報不懂 我不知道文匯大公 他們知不知道剛才的角色說什麼 幾乖唱啊 還不投版? 我是不懂林天琦 我是...我是不是第一次見什麼 我們是第一次見 Hello 你好 第一個人參選 是啊 我完全不認識梁天琦 我很少去交際 去認識不同派系的人 這些是交給鄭松泰做的 他很喜歡社交 我不是很認識其他派系的朋友 但我當然知道誰是梁天琦 但是我是... 其實我是沒有什麼跟他溝通的 直到我知道他的選舉文宣 是沒有辦法寄出的時候 我就找死眼 喂 有沒有梁天琦電話 我就打 我是跟梁天琦通過幾次電話 WhatsApp過幾次這樣 但是... 既然我是不認識他的 我不知道梁天琦是怎樣的 那為什麼在今次的新界東補選 我會全力支持六號梁天琦當選呢 就是因為... 我... 黃楊達... 大谷為眾 大谷為眾 香港人是有常識的 我們很知道怎樣大谷為眾 那條數很容易計的 我只是想說 有不同的候選人 有不同的候選人 我們假設 比較有機會的 有兩個候選人 一個是六號梁天琦 另外一個是公民黨的候選人 怎樣大谷為眾 你看看誰告急 就放棄那個 簡單說無論是吧 我們很聰明的 他跟我們說 喂... 投票給我 我勝算大些 我現在告急 你是不是瘋了 你勝算大些 你告什麼急 你沒有告急 我沒有告急 當然不會告急 民主是絕不告急的 小小事就在那裡 爛屎爛尿 又哭又成那些 哎呀 又說戒票 那些票是你呀 戒票 我們要防止戒票 我們要阻擋 軍民黨戒票 全頭六號梁天琦 是 大谷為眾 另外一個大谷 另外一個大谷 梁天琦做特首 梁天琦做特首 好 另外一個大谷 為什麼 我黃陽達和二位公民 全力支持六號梁天琦當選 因為 我已經公開講了很多次 自從 自從 年初一晚 發生的事件 發生這個大戰 今次的新東補選 賦予了另一個意義 我們投這一票 不單單是支持六號梁天琦 不單單是支持本土民主前線 我們支持的是抗爭 很奇怪 今晚這麼久 一直都沒有人講這個詞語 可能大家不講 由我來講 好嗎 政府 梁振英政府 港共政權 告訴我們 大年初一發生的事 是一場暴動 我說 是一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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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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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晚在旺角 發生的一場暴動 面對這暴政 暴動都是我們的責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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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如果2月8日在旺角發生的是一場暴動 2月28日我們投暴動一票 在成功之前 這次事件可能是一個暴動 在成功之後 那一晚是一個起義 跳高海暴動的woman 只有一個方法 贏 共產黨 共產黨 這個黨部 他們說發生在旺角的事件 是這個激進分離主義組織所策動的 於是 有人 就去問這個問題 現在 香港的本土運動 是不是激進分離主張 也有人 延伸去問這個問題 我近日 都接受了不少的傳媒訪問 他們都問我一個問題 如果在新界東 保選支持和浩陽遍期 是否等於支持港獨 我的答案 是 催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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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